狂扎铁门拳头猛锤 男子边打边吼 吓死路人 闯不进去 拿门口机车出气 狂折后照镜不断 整台车掀翻 重摔地 眼睛一瞥 旁边还有无辜机车 继续搞破坏 脱血醉汉 在北市复兴南路一段作怪 被海人气愤控诉 报案三个月 连画面都有 但警方却迟迟找不到人 另外在中正区 也出现醉汉 未遂民众想闯进别人家 只因为好想看电视 我是去我边 被住户推出门外 罪汉强转门把 想硬闯但失败 只好在门外徘徊 被报警 还强遍自己也是住户 但格局根本说不清 刺激败露还不认 继续诡辩 但是在泰芒 还讲起外星语 他出来之外 他治安大哥 他也在在里面 钥匙你怎么进来的 指控拿出来我看看 好在接警 才没让陌生人闯入家中 但被尾随的住户 仍旧惊魂未定 被吓出心理阴影 下次进门前 恐怕得左看看 右看看好几次 确定后面没人跟 这一位林彩山传播报道 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